这男人一推门 竟直接踩空 新爷伸手去拉他 但这手居然还是个假手 等男人爬回房间 柜子上放着一排道具 捏死 中毒死 还没死 原来新爷是夜内大名鼎鼎的 整股专家 而刚刚被整得的男人 是想来找他将老婆整到发癫 新爷接受委托 但要收他三十万 男人都惊了 三十万 你咋不去抢呢 他刚要发火 新爷就给他递了杯茶喘喘气 谁知男人刚喝下去 茶里的泄药就开始发作 他跑进厕所锁好门 结果 新爷趁人之危 放下铁闸就改口要收七十万 接着厕所墙壁开始往里推 墙上还喷出水 看你这下搭不搭意 接着墙后忽然开门 男人连人带筒就飞到了人群之中 要知道在他来之前 他的老婆早就花高价委托新爷 将男人整进精神病院 这下可好 整人不成反被整 男人直接变大傻 没多久 又有新客户找上门 对方名叫李哥 是位公司高管 因为发现前女友阿玲有了新欢 所以才跑来找新爷帮忙 将阿玲的线男友整到和对方分手 而阿玲是公司老板的千金 在好友小秋的撮合下 跟同事滑载成了情侣 现在要想整股滑载 最好的方法就是 从他老爸达叔下手 因为达叔早年风流成性 落下了不少风流债 为此新爷装成他的儿子 吃饭都吃臭豆腐配大娇 高兴时都手舞足蹈 在没人撮合下 成功骗得达叔信任 搬进了他家 但华仔可不信他 一个猪样一个猴样 怎么会是亲生父子 他说服达叔 要偷偷搞个低血认亲 接着达叔去吸引新爷 他就躲在角落 拿着飞剑伺机而动 谁知新爷透过达叔的眼睛 看到身后的华仔 他起身一跳 飞剑直击达叔要害 老爸 怎么插机在下面 哦 出门钱我们装饰的 接着华仔上场 捧着根穿云剑就想往新爷捅去 新爷见斗不过 只好自个撞墙撞出血来 等华仔用抹布抹掉血迹后 就连忙让达叔将自己的血滴进水 剑跟新爷的融在一起 华仔这才相信 新爷真是自己的亲弟弟 可殊不知 新爷刚用的是O型血带 能跟任何血型混在一起 真不愧是整股专家 而华仔为了补偿失散多年的弟弟 将新爷介绍进了自家公司 谁知上班第一天 他居然给人整了 不懂英语 怎么分辨男女侧 只需掏出尺子 对比单词长短 乐地死偏长 尖头死偏短 由此得出 长的那边就是男侧 乖道 新爷就这么懵懵懂懂 给忽悠进了女侧 哪知里面有个女同事 一见到他 就直呼要报警 谁知新爷突起口红装机 还说男女侧都一样 尿豆什么的 男侧也没有 小秋不信 硬是拉着他进到男侧验说法 可这就中了整股专家新爷的计 害得小秋在男人堆里当众出丑 谁知晚上华仔带女友阿灵约小秋吃饭 新爷也被叫上了 趁情侣俩不在 他又开始了整股 先是脱袜子露出相挡脚 又从口袋掉出艾滋病的宣传册 吓得小秋信以为真 碰都不敢碰他 而在小秋生日这天 华仔叫上新爷 让他跟对方道歉 谁知他一身泥 怕是又闯了什么祸 这时小秋收到了 异地男友送来的玫瑰花 他打给男友感谢 可对方却说自己压根就没送 还要和小秋分手 他伤心欲绝崩溃大哭 但新爷却表示 玫瑰花其实是自己送的 而他因为用光钱买花 没钱坐公车 才导致自己走路摔进了泥潭 小秋这一听 整个人立刻开心起来 之后新爷还不忘整股任务 提议让华仔演一天自己 借着他在华仔内裤放春药 搞得对方整个人都换了个魂 两人去看电影 谁知身后却是阿灵跟前男友李哥 因为这正是李哥的计谋 打算让华仔当众出丑 华仔想掩藏自己不被阿灵发现 但由于要性发作 他看着两旁的美女 手势控制住了 但小嘴巴可都要伸到别人脸上了 谁知他忽然站起身 冲着阿灵一阵表白 还反过来说李哥给自己戴绿帽 惹得路人冲着他一阵乱欧 这下可好 本来是想让华仔跟阿灵分手 现在搞得李哥自己摊上事 但新爷可是大名鼎鼎的整股专家 这次不成 还有下次 夜黑风高夜 新爷正在床上睡觉 可华仔跟打书 却拎着把刀走了进来 结果下一秒 别动啊兄弟 共作你福寿 如天齐 庆和你生神快乐 原来今天是新爷生日 父子俩才特地给他举办了派对 而对于一向以无情整股的新爷来说 这一刻让他内心充满了温暖和感动 你干嘛咬着上唇啊 没有啊 我觉得你们对我很好 就好像亲生老爸和大哥那样 傻了 那我们是你亲生老爸和哥嘛 是咯 来啊 快点去个院 出去蓝筹 然后大家喝小小酒啊 明明自己是受过来玩弄他们的 却被素未谋面的亲爹亲哥如此温柔以待 而这下 新爷决定收手不干了 谁知隔天小秋在公司电话里 不小心偷听到了新爷跟其雇主李哥的对话 他找到新爷的办公室 要求新爷帮助华仔父子 反过来对付李哥 新爷表示帮忙可以 但要小秋做自警御用 而两人早就心生情意 这下新爷可算不是单身狗吗 他找到华仔父子俩坦白了一切 也获得了两人的原谅 但此时华仔发现了阿灵是附加千金的身份 还瞒着自己要跟李哥结婚 而新爷为了帮华仔追回阿灵 带着大伙跑到订婚现场一番大闹 新爷跟达叔负责拖住大厅安保 哪只业内第二的整股专家 红霸王 也身处现场 想和新爷一决胜负 只见他发射奶油炮 直接对在新爷脸上 更过分的 这还是隔夜餐 十年起步那种 红霸王猛的扑来 结果却被新爷一屁股压倒 新爷随即拔出肌肉硬化针 嗖的一下就对到屁股上 红霸王立马成了木棍 走个路都只挺身板 最后新爷使出霹雳金刚拳 成功KO 保下头号整股专家之位 而在他的拖延下 华仔顺利来到阿灵房间窗外 他写下了我爱你 这也让阿灵意识到 自己的真爱就是华仔 最后两人再续前缘 而小秋也跑来暗示新爷娶自己 新爷却说要先见见自己老妈 谁知这个老妈 竟然长得跟新爷一模一样 更过分的是 达叔居然是对方前男友 新爷还真的是达叔儿子 是你 那我不是真的你的 爸爸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整股专家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